心裡面把這個片段拍下來 好好的放在就是Youtube上面 不要在那裡說什麼屁孩一直拿這首歌 上去小巨蛋都沒有帶水水 這也不是我有辦法決定的 好不好 那就苦心朋友直接來囉 據我當時的採訪他會踏上饒舌之路 是因為曾經想為朋友寫一首生日快樂歌 結果在朋友圈那一大首好評 隨後又嘗試了一兩首歌 在2016年前夕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發布了第一首歌 拿香過聖誕 此時皮卡的歌曲路線還沒有成形 我覺得真正成形的是他改編 阿姆The Real Slim Shady的歌 剪成了一首論新年 主題是在講新年帶他吃團圓飯的時候 叔叔阿姨們會問的一些奇怪的問題 這首歌他在2015年參加一個電視節目的時候拿出來唱 但是評審給予這樣的評價 對我覺得你不夠屁 屁孩這個角色 或者是說太多妹子在我身上扭的時候 你要讓觀眾看到那個意象 你不能死斑斑的只是在那邊搖晃 大家才會被女婿吸引你知道 你的rap的內容 好吧也許是這幾位評審的評論 讓屁孩變成現在的樣子 在這之後屁孩甚至做了一部講解電影的結束影片 看來屁孩曾經也嘗試想要做Youtuber 不過後來他就專注於他的音樂部分 經典的音樂作品像是 文青殺手速說著某段時間大家都喜歡穿著打扮來 假裝自己是文藝青年 一首不外調的饒舌MV風格 幾乎展現了他毫不在意外界眼光的外雕風格 WuTalk這首歌速說著 風靡意識的匿名交友軟體 所引發的各種奇怪的現象 《請你做我人妻》與林璧下一期演唱 用非常有趣的方式速說情感 真正開始爆紅是在2018年發布的一首歌 BCW 吳卓源 用來諷刺時下年輕人以為自己的打扮像饒舌歌手BCW 或是穿著像吳卓源 就認為自己是玩嘻哈的 也因為這首歌開始癫定了屁孩在饒舌圈的風格 之後更做出了更加辛辣的沸沸池 再訴說著老師覺得洋人最棒華人最噁心的那種女生類型 甚至他又為此做了一個道歉聲明 但是整篇內容完全不是在道歉 而是實實在在的表達內心自己的看法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有解釋跨國戀情跟他口中的夫婦齒是完全不同的 之後他去參加中國新手場很不幸的被刷掉之後 他就發布了一首嘻哈湯波虎來諷刺節目 再來他又發了一首愛情出身球 諷刺那些有很多男生好朋友的女性 不過這部影片似乎因為內容太過骯髒而被強制下架過一次 但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之後又發了與韓森合作的天龍國 來諷刺住在台北就自以為是的天龍國人 讓他達到不可思議點閱率的 是與萬老師合作的Trap Bay陷阱妹 諷刺著某部分女性做一些自以為很嘻哈的裝扮 就以為自己能跟嘻哈扯上邊 然後這個群眾也以為只有Trap音樂才是Rap音樂 裡面用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梗 例如像這些所謂的陷阱妹都喜歡放一位 在電影《終極追殺令》中出現的女星 娜塔利波曼的照片 這裡本人親身經歷過 意外人是一位年紀根本不可能看過這部老電影的女生 說她喜歡娜塔利波曼 然而細問之下卻發現她根本沒看過這部電影 我也不知道她在喜歡什麼鬼 總之這首歌屁孩完美的詮釋了十下年輕人追隨潮流的樣子 之後她的死屁孩Fuckboy跟不死鳥之歌 在森林之王2中演出展現了她的舞台魅力 有個叫做水水的女饒舌歌手寫了一首她Gucci的時候眼淚總是PradaPrada的Dew 來諷刺那些假星星的女性 剛好吊星跟屁孩有點搭 兩人便合作重唱了這首 在這邊順便幫她澄清一下 很多人認為她偷水水的歌或是唱這首歌的時候不帶上水水 她在今年2月14號自己的生日的時候 在水水上舞台一起表演並不斷地強調她沒有偷歌而是合作 再次澄清一次 她沒有偷歌 她跟水水是好朋友 我第一次遇到她本人的時候是她剛參加完中國新收藏第二季 陪她的朋友Chinji Squad的瑞德一起去參加森林之王第一季的海選 沒想到她會參加森林之王第二季 而且能夠有這麼棒的發揮 我有看過PiRion幾次的現場表演 你無法想像她是有多麼的精力充沛 她不僅愛唱、愛演、又愛秀 而且完全放得開 我想或許跟戲劇戲 或多或少一些關係吧 她也曾經出現在饒舌歌手湯姐的MV 我的志願是當中 反正她就是超級愛演的 順帶來提她那也是我的好朋友 歡迎大家去聽她的歌 聖林之王二中與盧子杰跟柯正宏合唱的十四 完美地把三種不同的銀色跟淋浴的歌手合在一起 而PiRion也用她不曾用過的方式深情演唱 PiRion在聖林之王中幾乎穿插整個節目 讓她跟誰搭配都能發揮很強大的舞台效果 不管是自己的惡高歌曲死PiRion還是不死鳥 甚至深情地唱的十四 或是跟女子團體一起舞動她的完全可以勝任 甚至潘維博還這麼說 你現在表現就是個嘻哈巨星好不好 PiRion 屁孩近期終於發佈了她的個人專輯 《皮文觀止》 裡面收錄了《陷阱妹》 她哭泣的時候眼淚總是 《啪啦啪啦啪啦的丟》等歌曲 主打歌 如何製作完美主打歌 實在哈囉 這三首歌讓我聽得非常津津有味 畢竟台灣很少這樣惡搞的風格 就連音樂上也非常的特殊 連編曲是RGRY都進去參與咖 我個人對於這種萬事不公的音樂給予很高的評價 要我說的話 屁孩Ryan就是台灣諷刺型饒舌歌手的代表 饒舌缺中的魯迅 沒有裝酷的交流造作 只有瘋狂惡搞 還有諷刺的辛辣內容 對於我這種平常壓力很大需要搭下一場的人來說 她的歌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這就是為何我在她剛發跡的時候就注意到她的原因 屁孩Ryan的歌曲中你們最喜歡哪一首呢? 又或者中文的饒舌歌手中你們最喜歡誰呢? 麻煩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是Nandoknol高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Bilibili的朋友記得投皮三連 Youtube的朋友記得打開小鈴鐺 噹噹噹 喂 這是屁孩Ry 這是屁孩沒有錯話 我最近一直text他 然後他竟然被我遇到的朋友 超扯的 怎麼 幹 標章話 看到屁孩的感覺是什麼 看到屁孩的感覺就是 其實他沒有那麼屁啦 他只有在鏡頭前面拍框 每個人都這麼說 對 我不屁啦 我是個成熟私底下其實很害羞 他每次一講話就變成這樣 好 謝謝你 我也可以進去一下 結果你也是跳舞 哈囉哈囉哈囉 怎麼可以不知道我們 對啊 這是那個瑞德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幹 那個練舞的哪個不認識洪姐 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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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加油 我 payments Cup 沒這兩杯 我們平時快點